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 去见阿弥陀佛 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在极乐世界圆满臣服 去干这个事情 金云修菩提行 借据发行与专念两个意思 这个修菩提行 就是经上这两句话 发菩提行 一向专念 就这八个字 修菩提之大心 必有发其菩提之大心 且菩提行中 是一一向专念 最为上手 一切菩萨 万山其有 但深地菩萨 弟弟不理念佛 这几句话 意思都很深 那菩提行 是大臣 法神 菩萨 从哪里修起 一定是发起菩提的大心 菩提是觉悟 发起觉悟的大心 真是大心 为什么 他不但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是发起 那那就是 那就是信由西方极乐 心由阿弥陀佛 愿意往生到极乐 心 亲敬阿弥陀佛 这就是无上菩提大心 你这一生 圆满成佛了 没有比这更大 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就是一向专念 最为上手 没有比这更高的 海贤老火上做到了 活了 一百一十二岁 二十岁出家提斗 师父把这个法传给他 叫他一直念下去 他一直念到往生 九十二年没有中断 最为上手 做出真正的榜样 给我们看了 这底下说 一切菩萨 万山万山祈求 万山祈求 但是 十地菩萨 地地不理念佛 这是华严经上说的 我们要特别注意 一切菩萨 一切菩萨 以身体为最高 那华与一切菩萨 那华严经给我们说 菩萨地位 一共五十个 他从下往上去 第一是 是幸为 幸 摆在地了 再入门了 往上去 是住 是心 是回下 是底 五十个 为此 五十个 为此的菩萨 都是万山祈求 利益一切我 修一切人 善无 最简单的 解释 凡是利益众生的 都是善 凡是利益自己的 都是我 一定要想的 为什么说利益自己 是我 利益自己 正常贪嗔痴 正常你对这个世间的贪恋 你去不了了 所以要学菩萨 齐心动念 为别人 不为自己 为别人会很快乐 我干的事情 多少人得利益了 多少人得好处 这个真叫快乐无比 你不干不知道 你干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的时候 利益众生这么快乐 难怪祝福菩萨天天干 他永远干不应 他也不会疲倦 那么登了地呢 哎 把念佛摆在地 为什么 登那地快成佛了 为了成佛 真的究竟圆满 念佛 念佛成佛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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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会变成佛 阿尼陀佛 阿尼陀佛 你们将来 我们一起无缔的 阿尼陀佛 阿尼陀佛 优佛